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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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散文诗是描述一个梦境 一个人的影子不愿意做一个不明不暗的影 不愿意偷生久活于不明不暗的境地 再不愿意跟随他的主人 所以他要向主人告别 老迅用了象征的手法写出这篇影子 宁愿被黑暗吞噬 也都不愿意再跟随主人活在绝望的焦虑中 字类行奸 满透出对不堪现实的悲愤 老迅先生是借着影子去感怀自身 藉着影子去拒绝丑陋和一切的虚目 有一位摄影創作人 对影子也情有独钟 他喜爱和光影作本 努力不懈地贡献一生 追寻光之投影 他认为上片里面的阴影是很重要的 黑色有他伟大之处 既神碑也沉重 很有力量感 而他利用影子演绎的角度 和老迅先生就大不相同了 他的光影纪录 为东方的一楼明珠作见证 他的照片承坐着香港人的生活记忆 他就是摄影大师何凡 何凡以独特的光影魅力 在摄影世界里面打开了一线唱 将香港这个东方小渔村 介绍给全世界 他的照片 见证了香港那一百多年的中英兴衰史 他用相机刻画着香港人 八手兴家的坚毅 何凡 生于1933 出于2016 他出生在一个上海的富裕家庭 父亲是做丝绸生意的 他有一个愉快的童年 1942年 父母出外公赶 因为战争的缘故被逼制留外地 差不多四年的时间都没有回去上海陪伴他身边 那个时候 孤单的何凡就将自己浸淫在电影世界里面 一个星期会去好几次老赛道的大光明戏院看电影 上海的大光明戏院 Grand Theater 就是作家张爱玲眼中的电影皇宫 1946年 何凡13岁的时候 他父亲送了一台 柯达 布朗利 Codep Bronny 相机给他 何凡开始拿着这部相机 游走于上海的街头 随意拍摄一些他有感觉的景物 这一张《上海的雨天》 就是那个时候拍下来的了 并且参加了一个中学的摄影比赛 获得了甲级奖 1949年 二战结束后的四年 18岁的何凡 跟随家人移居香港 并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 即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 在文学系修读比较文学 那个时候的他最忠诚的就是文学 阅读很多中西方的文学巨著 对中国的古典文学也很有兴趣 他原本想做一个作家 可惜天意隆人 沉迷于阅读的他 患上了严重的头痛症 必须停止阅读和写作 在养病期间 他经常在香港的街头漫步 带着父亲送给他的陆来相机 Rolifax F3.5的120菲林双镜相机 边走边拍 他以镜头代筆 用光影替代文字的技术 藉着照片的影像 表达心中所思所想 就是这部120相机 记录了不少他的伟大摄影作品 何凡就是这样开拓了 香港街头摄影的先河 成为一代宗师 1958年 他以新派摄影手法 打破了密手成规的传统风格 拍摄了大量反映香港市井生活的摄影作品 他极度重视影像的光影效果 要求可谓到了极致了 画面的构图和布局一思不久 作品在中期的画意 到盛期的写实 都是具有独特的风格 何凡是一个通过实践和自学成才的摄影师 贫值他的天赋和努力 由1958年到1965年间 连续八届赢得了 美国摄影学会所举办的 世界摄影十极的荣幸 在1950年到1970年间 何凡曾经在国际摄影比赛中 连续获奖267次之多 在1959年 他曾经出版过两本书 就是街头摄影床谈 和现代摄影欣赏 在1960年代 何凡曾经在邵氏兄弟电影公司 担任过演员 参演过著名的电影 《不了情》 《西游记》 和《蓝宇黑》等等 其中在《西游记》里面 饰演唐僧 更为人尊尊乐岛 其后 何凡更以导演身份进军影坛 在1970年 和孙宝灵一起 导演了一套实验电影 《迷扬威康城》和柏林影展 何凡曾执导超过20部电影 活跃于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圈 作品包括《春满丹麦》和《空中少爷》等等 多数都是唯美的文艺电影 1996年 何凡退休 并移居美国加州的姓河西 与家人一起安享万年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香港是一个贫穷落后安宁的社会 当时的香港 以制造业和工艺品为主 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挑战的时期 低下阶层的市民 为了生活而拼搏 为了将来去奋斗 劳苦大众都各自营育 敬业熬业 为了谋生不得不努力工作 尽管生活条件艰苦 但是对未来都是充满信心的 何凡关心中下阶层的贫富大众 同情和关怀弱势社群 或者这些是他的直觉 更可能是受到他的文艺修养所指 他热爱阅读托尔斯泰的 《安娜·卡列尼娜》 《如果的悲惨世界》 迪根斯的小说 他特别喜欢意大利电影导演 德西卡所拍的电影 《单车涉财》 这些全都是讲述小人物的悲惨生活 和他们的奋斗 何凡最崇拜的导演 就是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电影导演 费尼尼 尤其最喜欢他的八步伴 和甜蜜的生活 何凡喜欢拍摄黑白照片 他认为黑白照片 可以让观众抽离于现实的彩色世界 欣赏照片的时候 有沉思默想的空间 较容易产生共鸣 何凡对光影的运用 和几何形式的构图非常严谨 因此作品都带有画意的美感 而作品的取材和布局都很富戏剧性 跟一般常规的既实摄影作品相比 何凡就怀着人民主意式的关爱 尊重去捕捉光影 照片里面并没有刻意地善情 每一个小人物 都是表现正面 积极 乐观 对未来充满期盼 表现出贫而不苦 泪而不屈 朝气勃勃 自信门门 作品散发出五六十年代香港的独特魅力 何凡曾经说过 真正的好照片是在你的眼里面 在你的脑里面 和在你的心里面 绝对不关那部冰冷的相机的事 何凡对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非常推崇备致 尤其是以下的这句话 《艺术除了这样做之外,便什么都不是》 这句话成为了他日后创作路上的明灯 这就是巴尔扎克的原文 意思就是这样 艺术是为了陷动人心 科学是为了让人安心 至于死亡这个话题 艺术家就反映不少了 但是科学家就一直沉默无语 天才如果欠缺了心灵 委实令人远色 因为没有爱的智慧 任何的艺术品就好像欠缺了心灵一样 了无意思了 巴尔扎克其实是强调 艺术品必须感于冒险 感于挑战和突破传统 这样才算是一个有意义的创作 大师远去作品长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